各位观众们两天继续2020年5月30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先祝胡投资朋友周末愉快 节目一开始一样跟大家分享 这周末重大一些新闻 美国要去制裁中国 川普在昨天晚上的半夜两点的记者会之后呢 那正式宣布会取消香港特殊的一个待遇 那因为相关细节它并没有详细的讲 所以我们单独就跟大家讨论股市的反应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会跟投资朋友分享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那以及我们对于这个行情 接下来的看法跟结论是如何 那我相信你在股市有一段时间的投资朋友 这个行情其实有很多的一个面向 应该是要回档整理的 但是在下跌过程当中 包括像这个美国川普记者会之后 那震荡之后呢是呈现走高的 那跟台北股市周五的走势也是非常的类似 下跌之后都会有一些买盘进来 而且是非常的积极 所以股市的部分最近有点看回不回的一个味道 相关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在上周的一个周报节目跟大家谈到 美国的散户开始封炒股 纾困支票拿来买股 标普的本益比突破二三倍 包括像生意类股的一个当冲的比重非常的高 那包括这个运动赛事因为暂停嘛 所以美国这边有很多的证券开户潮 开始涌现 所以这些是新加入的一个筹码跟买盘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里的话 其实台湾也有一样的现象 我们周报节目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投资台股变成全民的运动 第一季的新增开户数已经逼近去年整年度的一半 那单月交易的总户数也是不断的一个攀高 台股的一个投资人信心的一个指数 其实创了60个月的新高 在5月份更是呈现一个倍增 那我们上周有跟大家谈到说 其实这个是股市的繁指标 那我们也绝对不是乱讲的 在今天最新的工商时报的新闻 提到说之前的这个股民的一个信心指数创新高 刚好是在之前的5月份 2015年5月份 台北股市当时就从万点一路跌到7203 那从这些现象来看的话 其实股市整理的机率是相对大的 你会发现到生意类股 反应概念股几乎是连续性的上涨 那美国股市的一个股民呢 现在几乎都在当冲所谓的一个生计类股 那我就是提醒观众朋友 这些的个股来讲的话 很多是没有缴出实际获利的 所以你务必要执行所谓的纪律 那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股票在飙涨的时候 就是有所谓的泡沫产生 2017年当时最热门的股票 就是在游戏类股 游戏类股几乎是每天的飙涨 当大家进场之后呢 后面突然暴跌 那这些的股票都有个产业的特性 跟生意类股其实是很像的 游戏类股的产品周期其实是很短的 那生意类股其实现在是因为 仿疫的一个关系 所以提醒大家 有些产业特性的股票 操作方面如果跌破月线的话 你要非常的小心 那包括2018年 当时最夯的就是所谓的汉讯 就是在挖矿的这个部分 汉讯这股票从100块不到 连续性的飙涨 飙涨到400多块钱 后面呢也是跌回起上点 而且呢几乎是无量的下跌 那这些股票其实都有个特性 就是股本很小 新手投资朋友可能不晓得什么是股本 有兴趣你可以上网查 那股本小的公司是非常容易炒作的 提醒大家 我们不是要大家去放空 是要跟大家讲 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类股 其实是有泡沫产生 有泡沫不表示说 它一定马上会破 这个是比特币 那当时的汉讯在涨 也是因为比特币的挖矿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周期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时比特币在3000多4000块的这个附近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都跟你讲 比特币已经要泡沫了 但是后面的比特币 它是疯狂的上涨 一度涨到快2万块 有泡沫代表资金的涌入 但是并不表示它马上会破 我们上周周报节目跟大家预告新的趋势 我们是不是提到 脸书有半数的员工 在未来5到10年开始要启动这个居家办公 就在家里工作 有机会带动一些相关的一个股票 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讲 因为要居家办公 所以接下来也很有可能会 一个新的行业会开始 就是居家炒股的事情 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么多人要来开户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新手的加入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金融大二索罗斯 索罗斯他曾经讲过 当他看到一个泡沫正在成型的时候 他会迅速的进场去购买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就是有泡沫他不会马上破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现在很多的新手加入 然后居家炒股的部分 我觉得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加上现在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在2019年的8月27号的节目 跟大家讨论过阿菲特在讲这个利率的事情 假设现在的利率是7到8% 那美国股市会确实太贵 金融资产的评价跟利率是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8月份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刚好在打中美贸易战 那我们跟大家讲在这里的行情是看向上的 因为当时的景气是看向上的 那包括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利率的环境 有兴趣你可以看我去年8月27号的节目 那后面8月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 台北股市从这个地方一路往上涨 那当时的景气是向上看的 不过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景气是向下看 经过这个新冠肺炎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联准会它不断的一个降息 目前已经降到几乎是零利率的地方了 接下来的环境会变成是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因为你现在前放银行是没有所谓的利息的 这个联准会又发展了无限的QE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透过资金跟新里面 那现在因为居家炒股 加上低利率的环境 那出身之赌不畏乎 大家都知道新手进场投资呢 基本上是很很敢冲的 一个新的筹码的一个环境 包括利率的环境 包括资金的环境 现在的股市分析的方式呢 你已经没办法用传统的方式去分析了 纳达克指数 在股债之后呢 已经补掉了这个当初下跌的 这个起跌的缺口的地方 高档的这个地方遇到压力 那包括很多的最近的一些中美的冲突 其实回档修正的几率是应该是有的 但是下跌之后就有买盘进来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接下来其实你去预测股市涨跌 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完全在走资金嘛 主人跟狗 遛狗的理论嘛 股市是主人 那狗呢会跑来跑去 当然这个股市的中长期的方向 一定是跟经济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很多的老手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经济景气看起来明明不是这么好 但是股市一直在往上涨 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现在你没办法用传统的股市分析 去分析现在这个行情 因为现在就是新的筹码加入 那资金的环境很低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就是在于个股 这些新的一个新手进来之后 那你该去注意一些什么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老师的帮助跟鼓励 回到操作面 你还是需要透过一些客观的数据 那我们在这个21号节目 跟大家分享过信用筹码一律名单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的 有些股票信用筹码面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融资增加 然后法人连续性的借券 那这些股票如果一旦跌破月线 筹码套牢的话 那你要非常的小心 现在很多的新手的一个进场 那这些散户特性当然就是看报纸 那当时我们跟大家讲过国具 这个信用筹码面有问题 其实本周台北股市还算蛮强的 但是国具的部分 你会发现到它是非常的弱势 那包括我们跟大家讲到的 8299的群联 这个也是信用筹码面 相对比较不好的股票 在周五的收盘 几乎是本周的一个新低的地方 这个就是跟大家讲到 个股的差异 所以个股的问题 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现在你可以立即扫描 左边这个标签 或者是利用LINE的ID搜寻 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的全体系 那我们每周都会整理信用筹码 一律名单 在LINE的主页上面去做更新 有泡沫不会马上破 但是你总不能在接下来的操作 一直靠新手运 在接下来操作 你还是透过一些客观的数据 那我们团队是有别于投雇同业 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 其他投雇同业 他只会给你抠讯 带你买进 带你卖出 那我们额外给会员朋友 会员专区 我们每周会准备会员影音 持股会做追踪 那每周会准备投资组合 盘中趋势分析会提供 给会员我们的大数据 那盘中符合系统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如何运用跟操作 我们在教育训练影片里面 都教导会员朋友去做个操作 5月3号 我准备给会员的投资组合的这些股票 联帽 台光电 8069的元太 2377的微星 都是有价有量的公司 PCP的一个联帽呢 我们在5月7号 请会员朋友去做买进 140.5这个地方去买进 那买完之后呢 还蛮幸运的 隔天5月8号周五就下场做发动 盘中是接近涨停板的 那这张股票呢 跌破支撑价149这个地方 我请会员没有获利了解 所以股票操作 持盈保态 纪律操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投资组合里面的PCP的台光电 5月3号准备给会员 然后在5月8号的当周 它其实是连续涨了5天 那台光电在本周 其实一度还创高到155.5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股票 是不是有续航力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得到见证 那8069的元态 一样在5月3号选择出来之后 当周也是连续性的上涨 节目上5月9号周报节目 都有跟大家讲 那你可以看到本周的元态 其实在周一还一度创高到43块钱 那包括维新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的会员在5月11号这个地方 有在92块附近去做买 买进维新 那5月12号公开节目跟大家验证 那都是有叫有量的公司 那为什么可以去选择到这些股票 投资票就是透过一个族群性的操作 后面的创新高跟大涨 投资票你可以得到验证 因为这些股票都是一个族群性的轮动 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提前预告 我们看好什么产业跟主流 那这些股票呢 其实不是凭空跑出来的 而是透过大数据的方式去研究 哪些的产业接下来是有机会的 4月9号跟大家预告5G 3D感测 mini L&D跟宽冷系半导体 那当天的节目你也可以去看 我们是不是直接跟大家预告 3016的加金 加金这张股票当时股票是在 五价是在51块这附近 然后到上周二的加金 盘中是一度创高到74块钱 mini L&D的金店 也是在4月9号预告之后 4月13号待会我们做买进 这张股票当时在30块以下 告诉会员朋友 那金店的股票在5月初 一度是涨到禁止41块这附近 3D感测5G相关的 像627的同心店 117块这个地方 在节目上公开跟投资朋友报告的 然后5月9号的一个周报节目 这张股票在周五是 盘中是工厂涨0板 在本周的礼拜一 一度是创高到147块钱 那这张股票如果你持有的 该如何操作 那到底涨完了没有 你都可以加入我们LINE 那我们要跟大家验证 这些公司是我们在4月9号跟大家预告 然后后面的一个创新高 那我们在5月21号节目 是不是也跟大家预告 资金开始进入低级期的传长类股 而且在运动相关的族群 我们当然跟大家讲的三档股票 1476的如虹 百合跟9910的风态 我们讲完之后 这些股票在上周 其实都有呈现一个发动 如虹有呈现创新高 这是在周二的节目跟大家报告的 然后百合也是一样 讲完之后 它其实一度是有突破七字头的 然后9910的风态 在周二的部分 也是呈现创新高 那包括9904的保存 我们在周二也跟大家讲 我们高价会有没有 去布局保存 我们在28块多有买 27块多也有做加码 那这张股票我们是续报的 那保存的部分 在周五的一个收盘 29.5 那中长线我们是看好的 所以如果说你看我们节目 或者是你现在持有保存的 想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或透过天然表的方式 那新冠肺炎这个事件的发生 我们跟大家提到一个观念 这是会有受害的产业 也会有受惠的产业 那哪些产业受惠 其实上周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居家办公 那笔电的需求是有的 那你要操作电子股 你现在就要去注意 长线低位阶的股票 比如说像宏基 在低档的地方 有出现这个破底班的一个现象 华硕的部分也都是一样 那跟你讲 华硕的时候是在204.5元 那这个宏基的部分是在16.1 那这周的表现 投资票你可以看到 宏基在周五的一个盘中 是一度来到16.6的这个地方 那最后因为这个 MSCI调整的关系 最后一盘往下打 但是投资票你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完之后 上周周报节目跟大家讲完之后 在这一周的外资 开始延续性的大买这些股票 这个是宏基 这个是华硕 那华硕在周五的收盘是 210.5 我们讲完之后 其实礼拜一还是下跌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很多的新手进来股市 那你接下来操作 你千万不能够平感觉 那当这个泡沫产生 或者是泡沫破裂的时候 那有没有专业团队带你进 带你出 这很重要 我们在4月底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的独家数据筹码线 筹码线突破50之后 后面股市涨了一段 筹码线也代表说 这市场上进场去买股的人 到底是赚钱的还是套牢的 5月14号我们提醒大家 这个筹码线跌破50 你要去降低你的资金 检视你的个股 即便现在指数开始往上走 但是很多的电子类股市 是在5月14号之后开始向下走 所以观众朋友 你可以去一一去检视你手边的个股 那现在我们跟大家更新 最新的筹码线的数据 其实现在就是在50这附近 这个代表就是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个别股的差异 指数的部分看似是跌不下去 但是其实还是有整理的风险 那个别股的部分 重点是你接下来要买什么 所以投资朋友 你还是要透过一些客观的数据 我们上周准备给会员的投资组合 列举三档跟大家做分享 你可以去验证我们的选股 那我们选股就透过我们数据的方式 我们去选择目前 哪些的股票族群是有机会的 4977的重达 2458一龙店 包括2382的广达 这些股票的表现 你可以去验证 2382的广达 在周五的收盘是收在 几乎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一龙店几乎是连续上涨了5天 从这个93块附近 到周五的收盘是在100块这个地方 那4977的重达 也是连续涨了5天 盘是可能会持续的横盘整理 但是会由个股去表现 那个股的操作 你该操作什么样的族群 透过客观的依据 那包括我们会员专区提供的投资组合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到投资朋友 那本周我们看好的产业族群 那我们选择这五档 跟面板有相关的 跟网通有相关的 那一样我们看好的 笔电相关的族群性 那分别是这五档股票 如果有兴趣操作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你如果不方便来电 你可以透过 这个看影片下方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箭头 下面会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你可以透过表单的方式 来检视你手边的个股 以及提依我们的会员因 那点选之后呢 把这个右边的资料 帮我正确做填写 那送出资料 我们会尽快的 用系统来协助你 手边的个股 那你也可以自己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周末愉快 谢谢